這邊嗎?這邊啊 蠻草莓不賣賣賣一定會選紅又大個的草莓 不過來到高康這座油肌農園 農民料到最少是建議大家一定要品嘗這個白色的草莓 它比較硬 然後它保存期限就是我們紅色草莓大概是五到六倍的時間 所以它的商品力就增加了 然後而且它運輸的過程中 它碰撞是沒有關係的 而且消費者可以吃到更營養 然後更健康的食物 所以我們才會想要把這個白草莓推出去 每一種品質的草莓在行動過程都是為白色轉到紅的 原本了家鄉也認為草莓一定要吃紅的 不過在過去香港所有的指導後 決定要推出這個白草莓 了家鄉之外白色的草莓更應用 吃減吃甜都不錯 紅色的草莓就是很快樂的吃到甜味跟糖這樣子 還有一個就是 而且我們為什麼會想要做白草莓呢 因為它比較營養 它所有的花青素啊 所有的氨基酸都還沒轉化成碳水化合物 所以這時候我們吃它是最營養的 所以它的口感就是脆脆的 好像是另外一種水果 這白色的草莓沒很多人都沒看過吃起來 煮味也讓很多人好幾 國慶永公所農經科技實創十年表示 這白色的草莓雖然比較沒香氣 不過吃過的人都一定會喜歡 脆脆甜甜的 它吃起來沒有那麼香 它吃起來跟脫衣結合比我們紅色的草莓更甜 它再來有一點脆度 現在這白色的草莓在市民上也是很幸運 廖家鄉不前就開放給自己來辦 廖家鄉表示希望將這隻紅色的草莓選擇款 交給消費者來決定 其中真心藏不道